明明是一部上映31年的电影 却年年在互联网上被杀爆 其中经典台词 你留在我体内的东西 我会用内力逼出来 更是耳熟能详 毫不夸张地说 这绝对是香港武侠片的巅峰之作 由梅艳芳 梁朝伟 关芝林 张铁林共同主演 演员阵容豪华到令人叹为观止 剧情更是天马行空 在道化服的加持下 还多了几分不同凡响的仙气 它就是新鲜鹤神针 故事开头即是高脑 潮酒 没人敢碰你是吧 那你敢碰我吗 敢 这是极冷核欢伞 你试试吧 试试 时至面对不断涌来的核欢伞 小伙仅用一招 将其通通反弹回去 美女不小心猛吸一口 下一秒就中了毒 欲要和小伙发生点什么 时至小伙却就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 而你敢信 就是这样一个武功和定力双全的男人 几天前 居然还是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弱鸡 彼时九大门派为抢夺地盘 纷纷赶去参加朝廷举办的武林大会 其中以点仓派最为落魄 他们早已经人才凋零 前来参加的人只有掌门一阳子和他的徒弟马居武 其他的门派都是各自扛着自家的大旗 点仓派却连一面旗帜都拿不出来 遇到其他门派的一阵嘲讽后 两人只能现场DIY了一面小旗帜 这时一只仙鹤突然从众人头顶飞过 仔细一瞅 上面居然还做个人 卑武的妈 这么大不 仙鹤扬起的白雾 让马儿受到一阵惊吓 其他人勉强控制住受惊的马儿 只有马居武没有控制好缰绳 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你真有两下子 人家向前冲你去往后退 老实跟人家不一样 就在他嘴上抱怨不停时 仙鹤突然俯冲下了扬起一阵水花 再次受惊了马儿向前狂奔而去 就在一人一马差点摔下悬崖之际 提前鹤的白雅人吹了一个口哨 仙鹤便腾空而起 将马居武抓了上来 白雅人千神不染地站在马居武面前 白雅人说完后便骑着仙鹤走了 马居武觉得 他轻心脱俗不像个凡尘中人 还以为他是天上的神仙 因此在他夹着仙鹤离开后 立马跪下拜了拜 很快九大门派来到了九州府 接待他们的人是朝廷命官曹雄 由于点仓派只派来两个人 所以他们没有被安排房间 一阳子只好找到曹雄 进行理论 曹雄嘴上虽然说尽快给他安排 但转头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 马居武只好随便找了个地方歇脚 谁知却遇见了有名的男人捕手 玉霄仙子 玉霄仙子见马居武有几分自策 于是暗自发誓一定要得到他 两人开始了一场追逐大战 就在马居武差点落在玉霄仙子手上时 白雲飞再次出现救下了他 为了让马居武下次再遇到玉霄仙子时 能快速逃跑 白雲飞还将自己的独门绝血 五行弥宗布交给了他 眼看事情越挠越大 曹雄只好出面阻止 谁知玉霄仙子又看上了他 此时的阁楼里 一个下属正在汇报大小姐又惹事了 原来玉霄仙子是天龙帮帮主的妹妹 他之所以如此嚣张跋扈 是因为他的哥哥苏彭海对他宠爱有加 不管他犯了什么事 只要有人敢欺负他 苏彭海就一定剁了对方的手脚 甚至抽筋扒皮 天龙帮的狠毒江湖人尽皆知 此次朝廷举办武林大会的另一个目的 就是要借九大门派的势力 将天龙帮连根拔起 但现在曹雄还不敢得罪苏彭海 所以只好带手下撤退了 没处落脚的易阳子和马军武 只好到柴房凑合一晚 这时马军武发现 易阳子的包袱里有很多银子 原来这些银子是曹雄给易阳子的 曹雄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希望点仓派能够退出这场纷争 易阳子觉得反正典仓派没有什么胜算 不如直接拿钱走人 马军武却想留下来 现实一些所谓的武林大会 而且他觉得易阳子身为一派掌门 这样做太没有骨气了 师徒二人为此吵了一架 而另一边一条船漂浮在河面上 几只信哥飞上了船 丫鬟从信哥的腿上取些纸条 蓝小蝶得知这个消息后 对着母亲的牌位拜了拜 看来此次他是为了白云飞而来 此时的九州府客栈里 九大门派正在吃喝玩乐 突然曹雄出现告诉他们 天龙帮在一个小时前撤出了九州府 为了防止天龙帮暗中背后下黑手 希望各大门派务必要加强防备 易阳子和马军武建设不妙 立马想脚底抹油开溜 此料被各大门派抓了个正着 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一阵诡异的声音 众人出去一看 发现客栈已经被上千只蝙蝠包围 天龙帮的蝙蝠啊 蝙蝠快跑 太吵了 天龙帮的蝙蝠都携带着大量的毒性 只要被他们咬上一口 离死期不远了 不幸的是 很多人都被咬了 这只鲜鹤突然出现消灭了蝙蝠 危机解除后 九大门派一致认为是曹雄勾结天龙帮 打算对他们来个梦中捉鳖 所以才设计这么一出大戏 因此 他们将曹雄关了起来 而另一边 马军武找到白云飞 请求他救救大家 于是白云飞拿出了一本《归远秘籍》 其中记载着千年龟胆 可以驱除蝙蝠毒性 去找解药之前 马军武教带一阳子 看好各大门派的人 千万不要让他们自相残杀 不然 就算自己找回解药 也是白搭 说完 他骑上仙鹤 与白云飞一起去寻找千年龟胆 没多久 他们就找到了千年火龟 白云飞用音波弓将千年火龟降服 就在他准备取龟胆时 却被怀抱琵琶的蓝小蝶 劫足先登 说吧 蓝小蝶就飞回船上 白云飞也跳下船去找他 然而他就在船上看到 蓝小蝶母亲的牌位 这时蓝小蝶在一群丫鬟的 粗拥下走了出来 他说出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他就是白云飞的 师父蓝海平的女儿 但蓝海平当年为了 救白云飞这个王国公主 不惜抛下蓝小蝶 这二十多年来 蓝小蝶母女 一直在寻找这个抛妻妻女的男人 偏偏不久后 他母亲一命去世了 这让他更痛恨蓝海平和白云飞 甚至不惜勾结天龙帮来陷害他们 可惜蓝海平从未将这一切 告诉过白云飞 好 要是我白云飞真的令你家破人亡 我在你王牧林前 磕三个响头 然而蓝小蝶就觉得 仅仅三个响头 却不能消除自己的心头之恨 于是他阻止了白云飞 让其坐下听自己弹奏一曲 若白云飞能坚持一曲终了 他们之间的恩怨也就一笔勾销 这首曲子带着极强的杀伤力 任凭白云飞的功力在身后 也绝对坚持不了多久 于是马居舞边趁机将龟胆抢了过来 白云飞 不用听了 我拿到罪弹了 白云飞用销声召唤来了仙鹤 蓝小蝶见状 立马加强了攻击 白云飞也用阴波弓回击 两人斗法间 一阵水花从水面上飞溅而起 在阴波弓的攻击下 蓝小蝶受了重伤 白云飞和马居舞坐下仙仙鹤逃跑了 不久后 苏鹏海来到船上 他觊觎蓝小蝶美貌已久 是忌惮对方的阴波弓 但蓝小蝶即便受了重伤 也要在他面前洋装无事 否则就会变得玷污 苏鹏海一边调情 一边说明自己的来意 他想请蓝小蝶跟自己去九州府 对付九大门派 蓝小蝶本不想去 可他得知白云飞也在九州府后 便同意和苏鹏海一同前往 此时的九州府客栈里 易阳子担心马居舞和白云飞回不来了 便趁机放走了曹雄 最后他又听到九大门派的弟子 在密谋造反 他们打算先联手 将各个门派里的老家伙干掉 然后组织起来联合对付天龙帮 只要天龙帮一倒 整个武林都是他们的了 没声响 易阳子偷窥的动静去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他们本想说服易阳子 加入到自己的阵容中 易阳子却义正言辞的拒绝了他们 事已至此 那就被怪他们不客气了 事情到大之后 弟子们嫌恶人先告状 他们屋前易阳子联合曹雄 打算除掉九大门派 最后一统江湖 就在各大门派长老们 要处置易阳子之时 马居舞和白云飞带着龟胆回来了 白云飞立马用龟胆帮众人解奴 谁知他和蓝小蝶交锋时 不幸受了伤 导致功力不够用 所以他只好回到房间 让马居舞帮自己疗伤 而就在疗伤过程当中 各门派开始争抢龟胆 最后龟胆落进易阳子手里 就在众人追着一阳子一路狂奔时 苏鹏海和蓝小蝶突然出现 蓝小蝶即使受了重伤 也依旧能弹奏琵琶 发动了音波弓 为了不让别人察觉白云飞也受了伤 马居舞吹响了他的长销 众人都以为吹销之人是白云飞 这时白云飞的师父蓝海平突然赶到 由于修炼了归原秘籍 他的武功已达到登峰造极之境界 蓝海平只用几招 就打了天龙帮人满地找牙 随后他带着白云飞打算离开 没想到小蝶却在下面喊了他的名字 或许是因为小蝶和母亲长得极为相似 蓝海平一眼就将他认了出来 想将他也带走 则料小蝶果断推开了他 而白云飞的龟原秘籍正巧落入马居舞手里 为了抢夺龟原秘籍 曹雄带着人追了马居舞师徒三天三夜 师徒二人将龟原秘籍撕成两半 各自向两边跑去 眼看前方就是悬崖峭壁 马居舞用石头模仿马蹄声 吸引曹雄来追自己 曹雄果然上当掉下巡崖 没想到他竟在掉下去之前 抢走了马居舞手里的秘籍 掉到悬崖下的曹雄没有死 反而在老妖怪阴差阳错的帮助下 吞下龟原秘籍 意外获得一身绝世神功 而此时九州府内 苏鹏海带领着天龙帮 吞遍了各大帮派 马居舞和一阳子 只能扬装成平民百姓 混进在人群中 然而谁都没想到 曹雄会杀个魂马枪 不过第一个注意到他的人 却是男人捕手 玉霄仙子 原来自从苏鹏海 带领天龙帮一统江湖后 就没有男人敢靠近他 他只好四处去寻觅男人 曹雄的出现 让仙子有了新的目标 玉霄仙子就二话不说 往对方身上撒迷药 可惜没来得及高兴 曹雄就施展内功 将迷药反弹回去 玉霄仙子猛吸一口 中招的他必须尽快 由男人来解毒 否则就会以命呜呼 然而曹雄却不急着帮他解毒 而是带着他找到了仇人苏鹏海 苏鹏海以为曹雄还是当初那个小菜鸡 于是让手下对付他 结果曹雄一挥手 就用旗帜将手下们钉在墙板上 苏鹏海见状冲了上去 此料却在曹雄手上过不了一招 打斗过程中 曹雄将玉霄仙子放在桌上 但打完后一转头发现不见了 原来是暗恋玉霄仙子的 易阳子将他偷走了 可惜易阳子还来不及替玉霄仙子解毒 他已经毒发身亡 易阳子只好含泪将他安葬 而易阳子还没走几步 他遇到了好友蓝海平的尸体 他顺便也将其安葬了 说着还将剩下的半本归原秘籍 放到蓝海平的怀里 就当作给他的陪葬品 蓝海平的尸体为何会出现在这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原来那天他想将女儿蓝小蝶带走 谁知小蝶不领他的好意推开了他 争执中小蝶掉进河水中 蓝海平将他打捞上来之后 用内宫为他疗伤 蓝小蝶突然惊醒过来 他拒绝让海平为自己疗伤 内宫耗尽的海平被蓝小蝶打成了重伤 仙鹤见状立刻抓走了蓝小蝶 并将他抛下悬崖 用女心切的蓝海平一把将他送了上去 自己掉下悬崖 蓝小蝶这才得知 父亲对自己不是没有感情 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团存一口气的蓝海平写卸了一封血书 让仙鹤将血书送给徒弟白云飞 向其交代了蓝小蝶的身世 还表示蓝小蝶很可能会对他不利 如若蓝小蝶真有什么动作 必要时白云飞可以取其性命 白云飞深知师父的大义 同时也为师父的离世感到痛心无比 谁知一盎子将归原密集 放到蓝海平的怀里后 阴差阳错将他复活了 而另一边 曹雄假借白云飞的销声 将蓝小蝶骗了过去 蓝小蝶发现上当后正要离开 却中了极乐和欢惨 一群男人冲上来 争相要为他解毒 这时马居飞突然出现 将蓝小蝶救走 蓝小蝶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于是抱着母亲的牌位哭了起来 马居飞一直在身旁安慰他 蓝小蝶知道马居飞是个好人 便决定让他帮自己解毒 第二天二人从睡梦中醒来 白云飞便来替自己的师父报仇 两个大美人一言不合打了起来 还把马居飞给掀进河水里 蓝小蝶 现在你爹欠你的已经还清了 但是我欠他的却永远还不了 这完全是因为你 为了报答他的养育之恩 三天后在九州府 我们决意死战 说完白云飞就离开了 而蓝小蝶却在他的身上 看到自己从前的影子 此时马居飞从水里爬了上来 他质问蓝小蝶 是不是真的要去和白云飞做决斗 蓝小蝶知道这一站自己必须去 他告诉马居飞 不必因为两人有了一次亲密接触 就无条件地站在自己这边 从今以后 你我各不相亲 我一样是有了 不会的 你留在我身体内的 我会用内功逼出来 我们不会有孩子的 三天期限已至 白云飞和蓝小蝶按照约定来到了九州府 二人最擅长的都是音波宫 他们一个怀抱琵琶 一个手持长销 即便是斗法 也是天地间的一抹角色 谁都没有手下留情 一时间一阵天雷滚滚 杀气横流 马居武试图阻止他们拼杀 却被仙鹤叼走 就在二人打的双双吐血时 曹雄突然顶着一只大钟出现 他要将白云飞和蓝小蝶都赶尽杀绝 这样整个武林都是他一个人的了 他不断敲击的大钟攻击二人 马居武健壮 好上前挑衅曹雄 甚至曹雄将他吸进大钟里 下一秒 马居武又被曹雄弹了出来 比起马居武 曹雄更想和貌美如花的蓝小蝶玩一玩 于是他一个抬手 将蓝小蝶吸了进去 就在他打算欺负蓝小蝶时 蓝海平和易洋子突然出现 白云飞这才得知 自己的师父并没有死 曹雄将蓝小蝶和白云飞都抓了起来 蓝海平 我现在就杀了他们俩 无非你放下弟子 我知道当年你为了救他们俩 其中的一个 累救了25年 现在我再给你个机会 如果两个人里面只能救一个的话 你救谁呀 蓝海平自然俩两个都救 他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可惜他将两个人救起来之后 却没有余力去对付曹雄 只能被曹雄打伤 此时 一盎子突然把剑冲了上去 他本想偷袭曹雄 甚至却被曹雄一把抓住剑甩飞出去 这时 仙鹤也对曹雄发起攻击 他飞进大钟里 干扰曹雄的音波弓 曹雄不断拍打着大钟 将仙鹤震的直吐血 众人趁机排兵布阵对付曹雄 一起向他发起总攻 此之下一秒 白云飞突然将他们推了回去 他用长枭捅进曹雄的胸口 然后吹响藏霄 用音波弓将其震碎 曹雄的身体在空中化成碎片 白云飞也掉入悬崖 不过众人知道 他并没有死 蓝海平和蓝小蝶决定一同去寻找他 找到白云飞之后 我跟他一起来找你 你的意思是一起嫁给我 你真这么想 我以为你这么想 我们的武功这么高 万一要是打几架了 你能应付我 没辜负大家 好 那就扩苍山见 四个人分别去了两个方向 不知结局是否真的能如蓝小蝶和马骏舞所料 白云飞没有死 三人一起过上了没羞没躁的生活